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新角色武力直为零变身脑力担当 百里红一上线了 小伙伴们 风起洛阳,终于定 到了 有没有期待已久的小伙伴 王一博现在仅有的古装带播剧 大概就要数风起洛阳了 这部剧由黄轩、宋倩、王一博领衔主演 改编自马伯雍的小说《洛阳》 主要讲述的是五周时期一群出身 不同阶层的人为调查洛阳悬案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黄轩饰演的角色是混迹于洛阳底层的不良副帅高炳竹 他因差阳错成为了案件的嫌疑人 在调查自己的清白的时候 与为了查清父亲被毒杀的真相百里红一 朝廷内卫伍思越等人相识 三个人合作调查洛阳悬案 风起洛阳 他们的故事就此展开 这部古装悬疑剧 不仅在选角上备受期待 在制作方面也深得人心 场景可以说是相当用心 质感和氛围感都堪称绝绝子 风起洛阳 共复原场景一百多处 占地超过四万平方米 准备服装五千多套 造型视频五千多套 道具共超过1.5万组 力求展示圣唐时期洛阳的繁华景象 就连古代礼仪也相当还原 不管是从从预告片还是杀青特辑和制作特辑来看 这部剧都十分值得一看 王一博作为主角团中的议员备受关注 之前饰演的古装角色 不管是蓝望鸡还是谢云 都拥有超高的武力值 这一次他又挑了不一样的角色 在剧中饰演的百里红武力值为0 但是脑力值却超高 百里红一在剧中的官配妻子 是由宋毅饰演的柳然 他们上演了一场先婚后爱的戏码 这种设定听起来就很甜了 有没有 总之 期待一下脑力担当百里红一吧 王一博一定会给大家带来 不一样的角色体验的